这个的话就是之前用铝线作为定位的 你看现在的话把这个机条是往这边走 然后的话已经用铝线来固定位机 用小铝线来收编 用初点的铝线来定位 机干的话我们从上面开始上来的话 这个机干是有幅度的一起上来 顶端的话有些小机条 但是用小机条的话我们是没有制造型的 其实都可以用铝线来给它绑扎作为定位 就像机干一样 有些机条如果是单一的机条 其实还没有必要去上铝线的话 只是放一样机条 很多的小机条像这种 这种都是放一样 有些是做了有些没做 像机干一样 其实我们只可以用铝线全部压底 这样子做 整个的塑形造型是这样子的 看着上面是这样子 然后上来 这些有塔 然后分机 再上来的话就是几个塔形 几个飘机出来 顶端的话我们之前是用铝线 来给它圈起来 然后通过它长长以后 再用铝线给它收边 这样子压边 压上来全部压平 压平长 这样子的话更加的好看 就是一个步步高升 其实要是机条的话 我们还可以挑衅 如果说太浓了 还可以去筛衅 你拿一卡不要的话就给它剪掉 注意上的话 这是如暗松造型 它是通过了 修剪 稍后通过去筛衅 慢慢去做才成型的 可以看上 如果说你们也是挺喜欢养 盘颈如暗松的 可以看上 如果说感觉有哪里不对劲的话 也可以聊聊 对吧 这就是做盘颈出来的一个效果 看上 看上顶端 顶端的话 之前我们是绑架过的 就等它来上涨